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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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 推着轮椅 在北大里跟他一起散步 每到我 每到我推着那个轮椅的时候 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冠杰教授的崇拜 一种神圣感 柔软而生 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也是美学 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 所以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那为什么是第二本呢 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 我进北大以后呢 我走进书社 我一个同学已经在书社 有一个同学跑到床上看一本书 叫做《第三帝国的新亡》 我进北大 一个农村还是进北大嘛 想当案的就是说 这是来学英语的 怎么会看你的书呢 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我说 在大学还要读这本书吗 他把书中眼睛上拿开 看了我一眼 没理我 继续读他的书 这一言一直留到我心中 留到今天 我知道 进了北大 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 要读大量大量的书 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 所以我在北大做的第一本书 就是《第三帝国的新亡》 而且多了三点 后来我就找这个同学去 我说咱们聊一聊《第三帝国的新亡》 后来他说 我已经忘了 我也记得 我的导师李富宁教授 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 他给我们上《新概念》第四册的时候 每次都是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美丽 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 等到萨特林响起的时候 刚好写到月查长结束 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教授 卢靖国教授 我在最后一年 因为心情特别不好在北大 所以考试不及格 我找到罗教授 我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 就避不了眼 罗教授说 我可以给你一个基本的分数 但是请你记住 所以 未来 你一定要做出我值得给你分数的更大的事 所以 所以 北大老师的宽容 学识 奔放 自由 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 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半年前 我听说许智峰校长在唱《影星的翅膀》的时候 我打开这个新闻和打开这个视频 让我感动得热烈樱 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 因为 刚才我说的意思普通话不好 第二呢 英语水平也差不多 警告我高考 经过三年的努力 考到了北大 因为我入网了两次 最后一次 很意外的 考进了北大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 永远它是我心中一块 永远够不着的地方 应该是 但是那一年 第三年考上来以后 我的高考分数 超过了北大陆续分数前七分 咬牙气质 填上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 对我的分数还要高 我认为我是不会对陆续的 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 非常富有眼光 料到了三十年以后 我的今天 但是实际上 我的英语水平很差 因为在农村 既不会听也不会说 只会被语法和单词 所以在我们班分班的时候 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 我想被 我就被分到了A班 因为我的英语分数 基金满分 但是一个月以后 这个班级我一个人 被调到了西班 西班叫做 语音语调记 听于战耳旦 我也记得自己 近北大雨前来 红楼木都没有读过 所以看到同学 一本一本书在读 我拼命的追赶 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 都读了八百多本书 用了五年时间 但是 但是依然没有感到上 我那些同学 我记得我们班长 王强是一个书屁 现在还在新东方 是新东方教育员街的院长 他每次去买书 我就跟着他去买书 都是我们北大 给我们每个月 花二十五千生活费 我想有一个癖好 就是把生活费一份维尔 一般用来买书 一般用来买翻唱票 买书的钱 绝不动用来买翻唱票 如果他没有翻唱票了 就到处见 见不到就到处透 後来我发现 他这个习惯很好 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维尔 一般用来买书 一般用来买翻唱票 我把他在这吃完了 我就偷他的 然后呢 带领下 我们前班同学 都兴起了一个读书的高潮 毫不夸张的说 我们班的同学 当时在北大 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百集 而且我们班呢 当时活动非常的活跃 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 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 叫西川 真名叫刘俊 就是我们班的 我还记得我们班 他休息之先 当时是北大的叫做优秀集体 但是有一个晚上 大家玩得高兴了 这部跳行的踢面舞 结果第二个礼拜 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 那个时候 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 稍微男女生靠近一点 就认为违反风计 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 要更加幸福一点 不光可以跳舞 而且可以手拉手 在校园里面走 我们当时如果男女生 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 一般都会别受到处罚 所以一般都是晚上12点以后 就在校园里面走 我也记得我们班50个同学 刚好是25个女生 25个男生 我听到这个数据以后 当时非常的兴奋 我觉得大概这就是一个配一个 应该是啊 没想到女生们都是看上了那些 外表引颈潇洒 风流气荡的男生 像我这样的外表不怎么样 内心充满夫妇感情 未来有最多发展潜力的 你生意奋斗看不上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 希望能在成绩上赶到我的同学 但是就算刚才吕老师说的 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会很好 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 你在前后左右 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 也是各个行的方圆 或者是第一第二名 所以追赶是一个非常接口的过程 尽管我每天几乎都比你的同学 都要多学一两个小时 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 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多几个 非常兴奋 非常郁闷 也没有女生暗闻 结果导致的结果是 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得了一场重病 这个病叫做传染性禽润肺脊核 当时我就晕了 因为当时我这代的红楼梦 刚好都把林黛玉因为肺脊核死掉的那一种 我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 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说 前来这种病 能够治好 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 苦闷了一年 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 从这以后就跟写诗接上了缘 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 但是没有美好的文笔 所以尽管后来也发表了这首诗歌 终于没有成为诗人 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 你看后来我发现 真正成为诗人的人 后来都出事了 当时我们跟 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孩子 在一起写过诗 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 叫做《遍朝淡海》 说两话看 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 后来当我听说他卧北自杀的时候 逃到大哭了整整一天 从此以后 我放下笔 再也不写事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 到大学4年去毕业的时候 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乱介绍前面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 但是我知道我有一种能力 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 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 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 我说大家多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是我们班的落魂同学 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 我绝不放心 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 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 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我跟他们说 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 把你们都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个故事说 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 一只熊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 我们这有很多熊鹰式的人物 很多同学学习习不需要太努力 就能获得最高分 很多同学未来可能很轻松的 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 进入哈佛耶鲁 留进建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升到 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着天赋 不需要学习 就有这样的残念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 他的模仿能力是超群的 到任何一个地方 听任何一句话 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 所以他在北大广都站当播音员 到了整整四年 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 心中咬牙气死出卖仇恨 后来到了美国 就让他到美国广播电台 又去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 所以人有天重 他们是熊鹰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有另外一种动物 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那就是蜗牛 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 从底下爬到上面 可能要爬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 但是在金字塔底端 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 我相信蜗牛 绝对不会一旦风顺的 能够爬上去 一定是会掉下来再爬 掉下来再爬 但是同学们想要知道的是 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底端 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他的收获的成就 跟熊鹰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也许我们在那儿的同学 有的是熊鹰 有的是蜗牛 我在北大的时候 包括到今天为止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 但是我一直在爬 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 但是只要你在爬 就足以给自己留下 令自己感动的日子 我常常的朋友们说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 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 你的生命就是排过了 我们很多同学 凭着幽翼的程度进了北大 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的学习的终点 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 在一岁到十八岁这个岁月中间 你都听老师的话 听父母的话 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的生活 那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 你才能够感动的日子 我们只要有富有家庭来的 也有贫困家庭来的 我们生命的起点 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有家庭还是贫困家庭 你没怕说生在贫困家庭 那时候老爸给我睡回去 我不想再做这个 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 是由我们选择的 我们所有战略的同学走得很好 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 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 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 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 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 你从此搭工告成 后面的五十年 六十年甚至一百年 你该怎么走 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自己思考的问题 给我本人而言 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 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 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 我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 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 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力的渴望 使我有勇气不断的老口 那么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 比如说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 是我终身的榜样 他的名字叫徐沙特 大概是一百年前的邻居 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 你江苏江英的 我也是江苏江英的 因为徐沙特的那种 带来的给我带来的那种感动 或者说是羡慕 所以直接保持我在高考的时候 地理成绩 一百分超了九十七分 因为 也是徐沙特给我带来了 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下定决心 进了北大以后 如果徐沙特走遍了中国 我要走遍四遍 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 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 有志想 同学们 你终将走向成功 你所要做到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间 要有艰苦奋斗 要有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 要不断的让自己的心胸扩大 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另外 第二个叫又有良心 什么有良心呢 就是要做好事 要做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敌人的事情 有良心有的时候 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 继续出来 我来讲两个小故事 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 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 我们有一个同学 家庭比较富有 每一礼拜天晚上 来北大的时候 都要带六个苹果 我们刚开始非常的高兴 以为是一人一个 最后她是自己一天吃一个 而且连续吃了好几年 我们难得能吃到她的苹果 尽管苹果是她的 我们不能抢 但是呢 我从此给我们有一个印象 就是这个孩子 孩子四 后来我们班很多同学成功了 他还没有许得成功 后来他来找我们说 我能不能加入你呢 我们几个同学讨论了一下 这个时候不能让他加入 原因很简单 我们没法肯定 他跟我们一起做成事情以后 是不是会独吞 他所拥有的东西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过分享精神 所以 对同学们来说 在大学学到的第一个要点 你得跟同学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 感情 思想 灵魂 财富 哪怕是一个苹果 也可以分成六半 大家一起设 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 你将来能得到更多 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来讲我自己的故事 在北大真正五年 当然我在北大干了十一年 后来又当了这个 当了这个六年半的老师在北大 在北大当学生的五年 我从小就让他劳动 我这个人呢 学习成就一直不怎么样 但是呢 我却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 就一直打扫卫生 让老师可以不骂我 到了北大以后 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 每天都为宿舍同学打扫卫生 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 从来没有过怨言 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池 每天我多拎着六个水平 给宿舍同学打水 把它当作是一种体育锻炼 只能四年过去了 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难得我忘了打水 我说的东西 我怎么还不许打水 可是他们已经很久被打水了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 那大家互相帮助 使利所到的 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件事情是白做了 又过了十年 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 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 我希望找合作者 所以我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去寻找我的这些同学 寻找我 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榜样 包括我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的 最后我为了要和他们回来 还带了一大把美元 每天非常大方的花钱 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 我想大概这个就能让他们回来 但是后来他们回来 给了我一个理由 让我大吃一惊 他们出一米以后 我们回去 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抽喝 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 共同干净的方法 才有了新的方法的今天 朋友们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人的一生分成琐碎和伟大 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 我们有一个善良的心 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 堆砌起来 变成一个伟大 但是如果你每天悠悠悠悠 没有理想 从此停止进步 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砌起来 将永远是一堆熟碎 所以最后我希望我们 所有的同学 能把自己每天平常的日子 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那么最后呢 最后呢我代表全职老少友 想在座的三千多位青森 表一个心意 我代表全职老少友 把两百万人民币 专给许晓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